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这么多年 但是始终没有突破 关于中国民主运动 很多人他都觉得非常的失望 的确 这么多年来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虽然也在进步 可能成立了很多组织 各种各样组织都有 但是他们依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可以更说十年前 甚至二十年前 从八九六四以后 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没有实质性的对中共产生威胁 这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性决定的 说中国人人性是不团结 那么中国人性不团结 导致民运就是四分五裂了 那我想问问 这种道理是有 中国人性确实不团结 但是为什么共产党他们那么团结呢 共产党他可以发展出特务去渗透 到民运圈里面 让民运圈分化 那么也有人说 是因为共产党掌握的军队 人民手足没有枪 这个想法也有点道理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 从历史上来看 独裁者 往往被老百姓瞬间推翻 即便他手上有枪 我们看一下苏联 苏联的全民上街 还有奇奥塞斯库 还有东欧的革命 埃及的穆巴拉克 很多独裁者都亡于街头革命 还有那个卡扎菲我就不说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也看好像也不是本质的 这些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那么我自己提出一种观点就是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中国民运没有实质性突破 以及未来中国民运该怎么做 那么我是写这样想的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一些民主运动 或者说革命 中国在历史上 它往往是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不停地更替的 我们拿最近的一百年前的新汉革命来说 那么这个新汉革命的时候 其实满清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军队和军警 其实整个满清政府对思想的控制 一点都不比现在弱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时间 我们参考一下 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中共统治比作是满清的话 很多地方是相像的 具有强大的军警 具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 那么人性根本不用说了 分建时代 那么我想中国人的人性 不可能比那个时候还弱吧 那为什么从孙中山真正革命是大概1895年左右 他具体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开始他进行革命的 因为从1840年鸭片战争到1895年左右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工程上书 那么孙中山从这个时候开始闹革命 到孙中山正式通过新汉革命推翻满清 大概是1912年元旦 或者说1911年的10月10号 新汉革命 武昌旗 那如果按1912年算的话 中间也就隔了十几年 二十来年 那我们回顾一下现在 中共从1949年建政以后 它一直在进行的暴政、屠杀、大饥荒、文革 尤其是文化大革命 这浩浩大当十年 我想国内很多人都已经明不了身了 他们也想过去推翻中共 当然邓小平他很聪明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让大家享受物质生活 于是中共他度过了他们最艰难的时刻 那么我们就把前面忽略掉 就从邓小平开始 邓小平1978年的三中全会以后 到1989年六四 中间隔了十年 在短短的十年里面 由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 只是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造成了巨大的贫富悬殊 那么中下层的阶层 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知识分子他也没有感受到真正的公平 于是一些有良知的人就站起来 这种一种思潮 在这十年里面迅速扩张 最终变成了8964那场血潮 那么8964如果邓小平 当时不去用坦克镇压 机枪扫射的话 那么很可能他就是民主化了 因为当时邓小平 他是用最残忍的方式进去镇压 并且拿掉了赵紫阳 赵紫阳当年代表的是党 邓小平用枪指挥了党 可以这么说 那么他垂帘听政 是老佛爷 用非常果断的或者临时的决策 平息六四 那如果说六四再扩大一点 那个时候六四如果说被镇压以后 各地继续起来反抗 那么中共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 也会被推翻 那只是历史的巧合 大家那个时候就平息下去 也就是说八九六四实际上是很危险 那么从1978年改革开放 大家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 因为经历了文革大家都知道 可以发展经济了 在短短的十年里面 怎么会演变成六四 大家会觉得这种邓小平这个模式充满了绝望呢 大家为什么会对邓小平的模式充满绝望 我想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邓小平的模式 它其实很明显是指示着一部分人富起来 反而拉大了贫富悬殊 而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我们不能忘了一个特点 它跟现在有很大的不同 不同点在哪里呢 言论非常的自由 我不能说它是西方式的言论 但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到八九六四这段时间里面 这个言论管制是相对轻松的 所以当人老百姓有不满的时候 那么很快这种思潮会迅速传播 而且人民也敢说话 敢说话的结果是吧 你敢说了就敢站出来 最终街头上就敢继续可以抗议 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终很多人都在八九年的这场运动中 为了纪念胡耀邦 起初是为了纪念胡耀邦 大家出来都来道典它 最终因为政府的一些问题 说它是反革命 那么大家引起公奉以后 人越聚越多 这个时候可以说明 大家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良知 和宽松的言论自由聚在一起的 形成了八九六四 那么八九六四之后 中国的言论急转直下可以说 言论控制大大收紧 是 那么一直到 无论从江泽民时代 到胡锦涛时代 开始建立长城防火墙开始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 习近平当政以后 他是完全把集体独裁 变成了个人独裁 对言论的打压 和网络的管制空前的 那么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想已经过去二十九年的八九六四 从八九六四镇压以后 很多人可以说 对共产党是绝望了 很多人甚至说 再过几年共产党就会垮胎了 因为八九六四都被镇压了 那么按理说 这些不满的人士 应该更加集结一次 进行武装革命才对 因为八九六四是和平的请愿 那和平请愿都被这样大屠杀 对暴政给镇压 那么我们说 是不是说很多人觉得 应该要来一次古装革命了 没几年功夫 应该再聚集一次八九六四 而且这次六四 就不是和平请愿了 而是暴力革命了 想就是这么想 很多人都在这么想 但是事实却是残酷的 二十九年过去了 国内的言论越管越紧 丝毫没有任何民主自由的空间 没有任何空间 到现在为止 海外的民运呢 怎么样呢 八九六四流亡海外的 很多一批人 热血青年 他们在海外办起了民运 但是这个民运圈 也是越来越四分五裂 真正在坚持的民运人士 不多 而很多第一批他们拿到 美国绿卡的这些老移民 他们曾经是八九六四的 受害者和建制者 曾经有一腔热血 做了美国公民以后 或者说做了西方世界定居以后 无论你是欧美还是澳大利亚 他们都在享受自己的生活 不会来关心你中国人 那么这就是现在民运圈的一种悲凉 当然今年随着吴建民先生和李一平先生 发起了全民公正运动 那么民运圈 我相信它又有一个新的起向 因为这是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非常好 但今天我们不是讨论全民公正 根据我刚才说的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 在漫长的二十九年三十年时间里面 中国民运并没有取得突破 是跟一个东西紧密结合的 那就是高压的言论政策 接下去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在1978到1989 这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由于言论宽松 很快形成一个雪潮 在十年里面形成了雪潮 爆发一次雪潮 而再看看新汉革命 新汉革命清末的时候 也只用了十几年 从孙中山正式提出民主革命这个理念开始 也只持续的用了不到二十年左右 清政府灭亡了 但是八九六四 如果从八九六四作为起点 大概已经形成了共识 就是要实现民主宪政 可是三十年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突破 为什么要经历这么漫长 还没有任何突破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政治环境 是一个高压的政治环境 这个政治环境 就是对老百姓言论自由的强力控制 那么有些人说了 那清朝不控制吗 清朝当然控制 但为什么清朝那个时候用了二十年不到 就可以把清朝灭亡了 孙中山的这场革命 你们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任何政治势力它都需要宣传 民主革命也需要宣传 但这个宣传的力量 是必须相对于政府的宣传 相对来说是要抗衡的 在清朝 虽然清政府对言论自由拐不得很紧 但是大家可以私下里讨论 可以私下里聚集 孙中山可以在他私下的场合开个会 进行演讲 大家都用口头的方式进行传播民主革命 像开会一样 那么清政府怎么样给老百姓洗脑和言论控制党 同样也是通过口头和书面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 正统治者 独裁者用落后的方式给老百姓洗脑 而革命群体也用这种落后的同样的方式 抢渔民跟政府抢渔民 给予老百姓洗脑灌输民主思想 相当于他们在抢人民群众 政府要用这种方式给老百姓洗脑 民主力量要用落后的方式来给渔民洗脑 那么实际上他们用的方式都是一样 都是落后的口头传达或者书面传达 那么8964也是一样 8964之前的十年从改革开放到8964那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大家对政府有了不满 但是政府不管 言论相对宽松 所以很快也就聚集起来了 形成了一个血潮 那么直到今天 很多时候我们要跟很多人都会跟满清去比 跟清末去比 我们今天民主革命的环境跟清末最大的不同 就是宣传供需的不对等性 这个不对等性就是 我们老百姓 只能通过口头的方式 私下里面跟清末一样 家里面聚会 几个人挤在一起开个会 只能这样去传达 因为上网一发贴就被删 第二天就被请喝茶 根本无法通过互联网传达 但是中共的统治者 他们却用的是 最先进的工具 互联网 最快的信息 互联网 最高科技的渠道 给老百姓进行洗脑 人家说一句话 抵你说十句话 你给老百姓灌输民主知识 让他们认清中共 你说一句话 他一句洗脑 就可以顶你十句 五十句 一百句 为什么 因为你说话 你要搞民主革命 你要让老百姓认识到 呼吁老百姓觉醒 你只能通过口头传达 私下里传达 你网上发发帖 基本上也没什么用 基本上都被删光了 但是他可以不停地通过他的媒体 高科技的手段进行宣传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中国民主革命 当前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遇到的最大阻力 就是宣传工具的不对等性 也就是得到网络防火墙 这个网络防火墙 直接导致统治者可以用最快的方式 来给老百姓洗脑 而我们民运人士 只能通过小打小闹 只能比如说我们发出去十句话 只能有一句话没被删掉 整个句话都被屏蔽了 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还只能通过口头传达 或者打暗号 密语等这种形式 所以我们传输的效率很低很低 在清末的时候 尽管清朝政府也是看到有反清的言论要抓 但是 他们没有办法 每天给老百姓灌输 像新闻联播互联网一样 每天给老百姓灌输清朝多少多少伟大 没办法每天颠倒是非呀 因为他们的宣传工具也是口头传达呀 你们民运人士也是口头传达 大家都是口头传达 所以从工具的运用上说是一样的呀 所以 才会有一个抗衡 当民运 当民主革命力量 他开足马力宣传的时候 还可以占领民运 还可以占领宣传的制高点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 根本没有办法占领制高点 海外发出的声音 基本上传播回国内 国内根本就没有人发声 发声的人也是极个别的 为什么他们怕呀 那些不怕的人每天在发声 十条里面九条被删光 一条保留的没被删掉 但是第二天被请去核查 所以这就是信息没法传播 民主的革命的这个信息 没办法流通 导致我们的民运一直没办法突破 罪魁祸首不用说 网络防火墙 这堵网络防火墙 是由方斌兴 北京邮电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创立的 那么他这个是中华民主的罪人 那么到目前为止 网络防火墙 他是由软硬件设备 他就软硬件设备 我们民主革命现在遇到最大阻力是什么 就是这套由软硬件设备 被组成的这套Great War 网络防火墙 那么长城防火墙 也就是一堵柏林墙 现在拦在我们民运的前面 所以我们民运在民主运动的时候 在有很多思路 首先全民公正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吴建民、李一平先生 自从提出全民公正以后 我非常的支持和认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但是全民公正同样它是一个面 面就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要完成 也免不了这个信息的传播 如果吴建民、李一平先生 从方案上制定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就是全民公正 让老百姓不再害怕上街 但是这个系统要把它发展壮大 还是免不了这个网络防火墙 怎样去突破它 如果信息无法传达 那么国内老百姓不知道全民公正 像我之前我发到很多 往国内网站 宣传全民公正 这个东西要么是屏蔽 要么是第二天就没了 要么是直接发不出去 发送失败 如果没有办法 传回国内的话 那么也就没人知道这个全民公正了 所以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我的观点 我们民运从项目上 我们要以全民公正做一个总体的项目 人人去参与 人人就投入当中 但是我们分阶段要有一个目标 具体的行动上 我们第一个行动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做的就是 团结起来 出谋划策 尤其是在民运圈里面 如果有电脑知识 计算机知识非常好的朋友 多开发一些翻墙软件 当然这个翻墙软件已经开发很多了 会被中共干扰 上去五分钟断一次 两分钟断一次 这可能也不是长久之计 但是我相信 这套由软硬件组成的长测防火箱 它不是不会倒的 我们民运圈可以团结一些计算机科技人才 让他们去研究 如果他们获得他们的支持 如果研究出一种技术 能够通过黑客攻击 去把那个网络防火墙彻底摧毁 那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 当然我今天说什么黑客攻击什么 这个方法可能有点天方夜谭 这个确实有点圆 但是这个思路是对的 我们很多人说 你是想的东西都很天方夜谭吗 什么黑客怎么攻击啊 防火墙就在那里 就这么见的 但是人的思路是要有的 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 对吧 但你不能不去想他 那你说防火墙在哪 我们就是永远被他蹂躏了吗 永远让他抢挡了吗 那有一天 万一我们有了新技术 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轻而易举的 去通过这个技术去摧毁他的手 难道你也不去做吗 所以我们想法要有的 就是我们所说的 通过黑客攻击去攻击他的服务器 瘫痪他的那个软硬件系统 当然硬件系统上 美国对中心华为的制裁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给力的一个项目 我们还要游说美国政府 对中共这种网络防火墙的危害 进行新的认识 它不仅在控制着国内人民 而且也是美中贸易摩擦的一个根源之一 使得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无法在中国发展业务 损害美国的利益 那么我相信一旦网络柏林墙倒塌 那么信息传播的攻击恢复对等 那么民运一定会有新的突破 中共垮台就展现在眼前 当然不是说一定要网络防火墙 倒了以后中共才会垮台 但是从现在来看 这种网络防火墙倒 对推翻中共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条件 因为如果防火墙不倒 推翻中共的几率将会大大降低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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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